下面我们讲Clemente小作品曲的第五首 这个呢是规模比较大了 而且呢非常好听 动力感很强还挺抒情 因为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它的左手是三连音 咱们前面碰到了很多三连音 但是这一首呢它的规模很大 从头到尾左手右手的组在那里进行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呢要有本身就要有这种感觉 就这种持续性的这种感觉 所以练的时候 可能同学们都练过五九九八四九里面 有很多这种练习曲 这时候就可以用上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我们要把它弹得那么 整个磁气比赋的 生气勃勃的 那个一扬顿挫的这种情绪呢 就要仔细看它的字里行间的音乐 而且要特别注意 触见上的不同 这个呢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这里呢特别要感觉到它的 触见的和它的音韵的不同 因为它的音比如说 这两个C 它本身就有不一样 我可以跟同学们讲 就是这个音乐啊 就是就可以说没有两个音是完全一样的 它总是在变化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音乐的倾向性总是在变的 它不会死在那定在那里 这样的音乐就叫做 或者是我们原来 我们一般讲就是要弹得很平均 它平均只是相对来讲 并不是死死的绝对的平均 那还不如让机器人来弹琴呢 对不对 它可以做的又准确又不露音 每个音它都可以给你弹的一样 但是那不是感情 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 就是像这个同样的音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倾向性 它就好听了 大家听啊 它就生动了 如果白的 对吧 我们就说 我常常说这个弹琴就白的 它就有感情 所以在弹这个 怎么能够弹得生龙活虎呢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理解里面的 字里行间的音乐 那两个弹不能够弹成一样 那两个弹不能够弹成一样 这里变了 温合起来 第二次再多一下 持续的和弦效果 这个装饰印呢 我觉得可以两个对 一个 最后的时候 到左手去了 右手开始散联音了 左手呢 就是说不能够两个弹是完全一样的 对不对 这样的才能够感觉到它的异扬顿挫 电眼起伏 那么它的发展步呢 更有味道了 它的感觉转过去的 听出它的味道了吗 这里又变化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好听 一定要感觉到跟左手的 变了 交给左手旋律了 它的这个发展步 虽然短短的四行 但是非常丰富 而且写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是 要充分能够感觉到这个 我觉得就说明你的 对音乐的理解 和你的音乐感觉 就相当不错 后面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在这儿重复了 那么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 是一个真正的瑞士的歌曲 可以说是香春风味的 香春风味的一个瑞士民谣 它的一个特点就在那个装饰音上 装饰音有一点味道 还有呢 给人感觉它的左手伴奏很悠闲 很悠闲 不匆忙 但是也不慢 因为它这个速度是这个 等于是中版 不是快版 对吧 是这个moderato 83拍的感觉 我们要弹得非常悠闲 装饰音呢 从古典的装饰音来讲 应该说它是跟左手在一块来 不是 分得出来吗 不是 而是 稍微快一点 再出现一次就是轻的 听出来了吗 它出现了四次 四次不同的力度 我们可以说第一次 我们可以弹的就是一个piano 第二个就是在它的第七小节 我们可以用mf 那么在第十三小节的时候 是两个piano 在第二十 在第十九小节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f 就好像就这个歌谣 有一个人唱 完了有两个人唱 有五个人唱 这样就总是有不同的音响 力度 那么 从这个二十六小节 我们开始就到了中段了 中段这写的是要很轻盈 从左手伴奏 又出现一次 这时候是强的了 这里变化 这里变化 它就是一个歌谣 歌谣嘛 总是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我们在演奏的时候 只能通过力度的变化 力度懂吧 就是用力量的大小不同 就是说一个piano 两个piano 一个f 两个f 这些来做出它的对比 下面是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也是一个辉弦曲 这个辉弦曲是快版 快版呢 而且呢 有一点给人感觉 有一点调皮 很活泼 很生动 它的音型 音符的那个叫做动机 它的动机 或者叫做它细胞的结构 是很短小 但是呢 它的走向要非常清楚 你看起来都是五声 这个我们从开始学钢琴就碰到了 但是它把这些五个手指的这种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写成一个好听的曲子 比如说这人多棒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 一定不能够把它当成真正的五指练习 而是一种走向 从弱拍起 一二 一定要送过去 左手呢 我们就要这么走 大家注意到了吗 它的左手啊 都是半拍 一定不要长 有些小朋友就容易 有些小朋友就容易 右手是长的 听出来了吗 整个是不是很淘气感觉 那么到这个地方 这出现一个B 就是它的第二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呢 稍微乖一点了 咱们又感觉到了 它要回来了 又回来了 对不对 这是它第二次A 好 这个地方第二次A 这个地方啊 左手伴奏有一点变化 在三十六小节这个地方 好 左手是连的 右手回答它呢 是调皮的 完了又一点调动性 好 它的这个接到发展部 这个拍子一定要接紧 千万不要找不到拍子 有些小朋友就是这样 等多久啊 它虽然一个延长记号 但是咱们还是要找到拍子 一二 一二 要这么进来 右手呢是很活跃 但是左手呢是很连 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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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个唱的弦条 第二 第二 这里变化了 达哩 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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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两个手一块 要变成双 双 双 F 完了 这里从开始这里下了 到了第一个低谷 但是第一个低谷是为了上去 左手还有 这里变化 这里环 这里又第二个低谷了 第三次转出来了 两个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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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从两个四肢一直到最后消失到两个 它这个整个一个发展步 它做了这么丰富的变化 还是挺有才能的 对吧 我们在练的时候一定是四三二一五四二三什么这个指法一定在那倒的 要花一些功夫 这个刚才讲的这个 它后面写了一个低谷 不知道同学们清楚吗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还要回到它的这个 这并不是完 没完 就后面这一篇一直到它后面写的飞呢 这是结束的地方 这是结束的地方 是结束的地方 只要每个三五四肢 Szp